大家好,首先欢迎大家来到零度解说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当前世界上最安全的五款加密的通信软件 当然这五款软件也是完全免费的 在接下来视频中 我将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这五款不同的加密软件都有哪些优点和缺点 好,接下来我直接去电脑上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吧 好,现在我已经来到我的电脑上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五款非常安全的聊天软件 就是这款Web 它是一款免费且跨平台的加密聊天工具 适用于iOS、安卓和Windows Phone、PC和苹果电脑等 可以和其他的该软件用户免费通话 发送信息、图片、视频和音频文件等 在最新的加密技术中 Web莫能就开启了端到端的加密功能 发送的消息以加密代码的形式传输到对方的手机上 只有搜紧人的手机上安装了这款聊天工具 软件内置的这个加密密钥才能将加密代码转化为可见的存文本信息 加密密钥仅存在用户的设备上 任何的内容都不会存储在Web的服务器上 因此没有人甚至连Web都无法阅读你的信息 而且这款软件还提供了额外的隐私保护功能 比如你可以使用月后计分可以给绘画中的消息 设置一个自动销毁的时间 在对方阅读消息以后 这条消息就会自动删除 这意味着你可以畅所欲言 而这些内容不会保存在对方的手机上 不仅如此 你还可以使用隐藏的聊天对话 开启这个功能以后 这条消息不会显示在你的聊天列表中 只有通过密码才可以访问 这款软件还带有这个阅读回池功能 当对方打开你的短信的时候 你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对方是否已经读快你的信息 但是这个软件有一个缺点 就是注册的时候必须使用手机号来注册 它是不只是通过邮箱账号来注册的 对于一些手机号必须实名制的国家 这就有点尴尬了 但是你可以在网上申请一个免费的虚拟号码 来连过这个限制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注册免费好用的虚拟号 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后期我可以给大家专门做一期 有关虚拟手机号注册的教程 接下来我们来说下第四款加密的即时通信软件 就是这款Silence Silence是一款专注于信息安全的通信软件 提供了SMS和MMS的端到端加密 通过这款软件 你可以发送绝对私密的短信或者彩信 Silence像其他的短信的应用一样 不需要注册登录 并且你的朋友也不必安装其他服务 他会直接处理你发送的短信消息 因为走的不是网络的聊天协议 所以这款软件不需要流量或者WiFi等网络连接 就可以发送加密信息 由于Silence使用了高级的XLoto的加密协议 为信息提供的隐私安全还是相当有保证的 同时这款软件是免费开源的 任何人都可以检查它的源代码 来确认是否具有隐藏后门或者漏洞的 这对于一切非开源的软件来说 开源协议让人更放心 Silence也支持密码锁定功能 确保所有的内容都获得更高的安全保护 但是这款软件唯一不足的是 功能相对比较单一 它不支持视频通话 不提供动态贴图等娱乐功能 如果你只需要一款简单的短信加密软件 那么选择这款Silence还是比较不错的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第三款免费的加密聊天工具 就是这款Element 它的前身就是Write ARM Element也是一款免费开源的软件 在发送信息及视频通话都支持端到端的加密 用户注册的时候会收到一个特有的ID 它不需要通过手机号来注册 这样更有助于保护大家的隐利性 这款即时通信软件是由Matrix背后的团队创建的 通过全球Matrix网络进行分散通信管理 更加隐利更加安全 而且Element的隐私权是受联合国人权宣言保护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下第二款免费加密的聊天软件 叫做这款大名鼎鼎的Telegram 也就是很多人在使用的电报 我在视频下方也放了我们零度粉丝的电报群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加下我们的电报群 Telegram现在的活跃用户已经超过2亿多 目前是WhatsApp的热门替代品 这款软件的原产地是在德国的柏林 是一款全球知名度非常高的加密聊天工具 号称这个世界上没人能监控我的软件 很多的创业者开发者们都在使用 简单来说就是你用Telegram给你朋友发信息 这条消息只有你知你朋友知 再没有第三人知道 有关部门黑客组织骗子短火 要是想知道想监控聊天内容 干点什么不光彩的勾当 那是极度困难的 这款软件为一对一的聊天提供端对端的加密 加密模式是基于256位对称的AES加密 和DefinHair们的安全密钥交换协议 他们对自己的加密方式的安全性是相当的自信的 并且承诺 只要有任何人成功破解或拦截通讯内容 就提供10万美元的奖金 目前只有一个人拿到过这笔奖金 不过他发现的也仅是一个可能会导致问题的隐患 并没有破解或拦截到任何的通讯内容 不仅如此 著名的漏洞收购平台Zero DM 对Telegram的漏洞还开出了最高50万美元的报价 这款软件的安全程度可见是非常高的 我现在简单的给大家说下这款软件非常贴心的几个功能吧 第一 聊天记录不支持服务器保留 也就是说你的聊天内容不会记录在服务器上 第二 支持设定聊天记录的自动销毁时间 第三 支持一键删除账户 删除了账户以后 所有的相关资料也都会一并销毁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软件是非常有个性的 它是一款要脸不要钱的软件 这款软件是永久免费的 他们承诺永不销售广告 拒绝接受外部投资 Telegram的创始人 是一个名叫Path Jarev的俄罗斯的富豪 也是欧洲最大社交网络VK的创始人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包袱帅 聪明而且非常有个性 在俄罗斯国内以跟普京唱反调而著称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Telegram就是为了隐私和安全而生的 绝不会向任何势力妥协 去年 Telegram因为拒绝给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 被要求提供访问用户数据的密钥 而败诉 硬生生赔了14000美金 但是这点小钱人家根本不在乎 这款软件也是开源的 支持各种平台系统 支持多媒体文件贡献等 具有默认的语音呼叫 端到端加密的功能 可以确保任何人都无法收听到你的通话内容 但是你需要手动打开信息加密功能 才能让你的聊天通话更加安全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排在第一的加密通信软件 就是这款Signal 这款通信软件就是连当年美国临近计划的曝光者 斯诺登也都在使用 它也是一款免费开源的软件 具有非常强大的加密功能 这款软件可以适用于所有移动平台 当然你也可以在PC和苹果电脑上使用 也提供了语音和视频通话功能 每条消息都经过加密处理 因此只有发送方和接受方才能读取 即使是黑客也无法从中拦截 由于Signal使用的开源加密 可以让专家测试并借此发现问题 这样可以让这个程序更加的安全 这款软件也是支持自动删除已发送的信息 可以防止别人在拿到你的手机后 泄露你的聊天记录 Signal是一家独立的公益组织 不受任何大型科技公司的束缚 也不会被任何一家公司收购 这款软件也没有任何的广告 或者数据跟踪等 由开源信号协议提供最先进的端道端加密 可以确保每一次对话的安全性 可能有的人会问 为什么没有推荐WhatsApp这款通信软件 我知道使用这款加密的聊天软件的人是非常多 但是这款聊天工具是由Facebook旗下的公司开发的 自从之前Facebook出现了数据泄露丑闻以后 很多人就已经对它失去了性能 所以今天我就没有推荐的必要了 当然如果你不建议个人的数据被收集 用于广告推广的话 那么你仍然可以继续使用WhatsApp这款通信软件 毕竟相比其他没有提供端道端加密的聊天软件 WhatsApp还是一款比较不错的聊天工具 好 今天视频就展示先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